您好,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啊 第二次青年战争已经拉开序幕了 那么为什么要打着第二次的青年战争呢 从乾隆皇帝那儿讲啊 他之所以同意是因为啊 被人忽悠了 忽悠他的人呢 就是新任的云贵总督杨应居 那么咱们再说这杨应居 七十多岁的一个老头子 又是文臣出身 怎么 那么爱攒着波打架呀 其实也不是 他是受了呀 以刘洪榜为首的一群少创派军官的村子 才决定和这缅甸开战的 首先呢咱们知道 这青年战争开战呢 挑事的并不是大清朝 是因为这缅甸一方啊 过境西扰 过境抢劫 所以这大清朝啊 才组织绿营兵反击 这叫什么来着 哎对这叫做自卫反击战呢 就在乾隆三十一年的七月二十日 这乾隆皇帝呀 下了一刀御址 在这刀御址当中啊 他虽然磨灵两可的 但是还是同意了这杨应居的进兵请求 他给出的理由啊 只有一个 他认为这杨应居呀 不会骗他 在这旨意当中啊 有一句话呀 是这么说的 他说杨应居久任封疆 速称历练 筹办一切事宜 必不至清帅喜事 其言自属可信 那么这会儿的杨应居 他是不是清帅喜事呢 哎这两个词啊 他全占了 咱们啊先说这清帅 这制台杨应居呀 本来是准备了八千精锐 去攻打缅甸 可是这会儿啊 这真正到位的 只有三千人 要不你就再等等 不解 就凭这三千人呢 这制台大人杨应居呀 可就对面开战了 这还算不得清帅吗 再说这喜事 他就是听信了 这群少创派军官的酸蛋 觉得自己 如果打成了这场仗啊 就可以风起因子 是位列三台 可是大清朝讲话呀 就是相挂紫光阁 位列贤良辞 所以这老头子呀 才这么着身尖的往上上 要打这场仗 这么着呢 就一下子改变了 在云南这大清朝的对面政策 从原来的绥靖政策 一下子就改成了 以攻待防了 这木邦吐司和这个蛮木吐司 归险了大清 这下子这洋洋剧啊 心里就更有底了 赶紧呢 就组织兵力主动进攻 您别小看这一点 实际上这一点啊 对清免之间的关系 改变是相当大的 这过去呢 无非这免王啊 是派人联合一些啊 这个边境上的吐司 抢夺我方吐司的一些财物 勒索一些碎壁 即便有这个地区的小规模战斗啊 那也是啊 这免兵和这些我方的吐司兵展开的 当然了 还有这个地主武装 也就是敞炼杀炼 可是呢 和这个清军呢 从来没碰过面 清朝政府 对这种事件 也只是认可为双方吐司的泄斗 有一个专属名词啊 叫做 门戎相寻 可是这回啊 性质大变了 双方拔剑直指对方的政府军 也就是正经八百的两国开了战 乾隆皇帝 作为这个大清逆方的最高统治者 最高的军事政治决策者 犯下两点错误啊 就注定这场战争啊 结局啊 是好不到哪去 首先呢 就是清信了杨应居 草率的就做出了战争的决定 乾隆三十年 正是大清朝啊 国立上升期 哎 很快就会到达顶峰 国立最顶盛时期 可是你也别忘了 这西北战事刚刚平定不久 这大清国主要的运兵方向 以及驻军呢 还都在西北 哎 这些都不算 你怎么又能 仅仅凭一句 九任封将 诉称历练 必不至轻率喜事 就对一个距离京师 两千里地开外 被称为 燕仗远移的缅甸 开战了吗 这敌方的情况 哎 作为这个最高决策者的乾隆皇帝 您又能了解多少呢 还有一点 那可称之为兵家大忌 既然您都决定开战了 您别坐在京城 什么也不管 就指着杨应居 率领云南一省的绿营兵啊 就把这场仗打赢了 那事实也是如此 杨应居这边啊 组织了半天 只组织了三千兵 即便按照他的预定 哎 组织起八千精锐 人家缅甸那边啊 很快就组织了几万人的部队 这又回到咱们上一条了 这些呀 这乾隆皇帝根本就不知道 既然决定打着大清朝廷 就得像原来呀 凭准嘎尔 凭回步一样 倾举国之力 朝野上下全员动员的打 可是这回呀 这乾隆皇帝呀 他不去 他没看得起缅甸 所以呢 他就告诉杨应居呀 让他降审熟夺 不至大需兵力 应该呀 很快不久就能够轻易取胜 成胜正脚 是克其奏功 如果呢 这必须劳师酬想啊 以定禁止 那这命令发到前线之后 这将士就难办了 哦 一旦呢 这个兵不够 钱不够 咱们就不打了 那这仗一旦打起来呀 那必定是有消耗的 首先消耗的就是钱梁 其次呢 就是兵丁 那一旦呢 这消耗大了 咱就不打了 那这将士到底是用命不用命呢 一旦呢 这拼极了 损耗一大呀 算是白干 反之 没有损耗 不拼命 哎 那怎么能打胜仗呢 要说这会儿 这乾隆皇帝 岁数也不大 他怎么就稀里糊涂了呢 这杨永俊呀 也看出这乾隆皇帝 心存犹豫来了 所以呀 他一个劲的上奏折 给这乾隆皇帝 吃定心王 他说呀 华尔廷放心 臣断不敢冒昧喜功 之所以咱们要跟他打仗啊 那完全是因为 这免贼呀 屡次骚扰 土司边境 若不诚实办理 恐土司地区不得安宁 近缅甸即人心涣散 其实呢 也只不过是 牧邦土司啊 和这个蛮牧土司 来投降了大清 杨永俊呢 就说是啊 这个缅方啊 已经人心涣散了 其实呢 即便是在缅北呀 也属于是个别部落 这杨永俊呀 跟皇上还是说 在这个军情方面啊 您也不用操心 潜以密派土司 可靠属人 将其地方广辖道路显议 暗中详细绘图 不是近程预览 其他预备 调拨兵马等事 现已密为布置 那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关于啊 这个是不是派人 去绘制这缅甸地图啊 这事不清楚 这志台大人杨永俊呀 嘴里说的 已然调拨兵马秘密布置啊 那无非也是 要集结八千 才来了三千 没过多长时间呢 这杨永俊 又给皇上写了奏折 随奏折来的 又是两颗定心丸 第一颗定心丸啊 他说这缅甸一方啊 闻天兵平定盲匪 这说的就是啊 这杨永俊上任一使 橄榄坝一线呢 打得几场胜仗 那实际上咱们也说了 那不是因为 瘧疾爆发 人家主动撤兵了吗 可是这呢 在这杨永俊的嘴里啊 那就是平定了盲匪 他说呀 这缅人呢 甚为畏惧 这不帮吐司呢 就把这缅王 拆来监视之人杀害 并且啊 恳请天朝大人 迅速发兵道径 这蛮目吐司呢 意愿归来 于是陈一面调拨兵马 一面带领阵营官兵 三千余名 前赴穆邦兽降 如勉王剑 大势语去 律悔改求降 定当情旨办理 不敢草率从事 哎您瞧哎 这杨英俊啊 给这乾隆皇帝 画的这张大饼啊 哎真香 里边还有馅儿 他说他先带着三千兵啊 去兽降了 您可听清楚啊 他带着三千兵 可是出国境 到木邦吐司 和这个蛮木吐司的地方啊 去受降了 于是这清兵啊 已然过了国界了 他自己说是 一面带着三千兵 过了国界 一面还赶紧的调动兵马 这兵马能不能调动啊 哎您接着往后听 他说这 勉王孟伯啊 肯定就吓得够呛 所以呢 哎就会率众来降 只要他们来降啊 我自己不做主意 我绝对啊 立刻请旨 让皇上年拿主意 这故事啊 自个儿在脑子里 外外的倒是不错 可是直到这第二次 清免战争 失败的 阳阳居人头落地 这勉王率众来降 这事啊 哎也是没影啊 前龙皇帝 接到阳阳居 这个奏报之后啊 高兴的就别提了 朝会的时候 和这个满朝成功啊 就高兴的说 这阳阳居所办甚好 唐勉王 愿笑臣服 听府归降 固然甚好 咱们在经里啊 新月赏之 祝后佳音吧 前龙皇帝 虽然嘴里这么说 可是他对这件事情 也就是对勉开战啊 他还是磨灵两口 能读出来 这前龙皇帝呀 对这件事情 自己心里也没底 西北战场上 这前龙皇帝 当年是何等之气魄 对待敌军呢 那一定是穷追不舍 最后至离庭扫驴 可是这回呀 他不一样 他明显做出了 阶段性选择 刚才咱们也说了 第一个选择呀 是最省钱的 这勉王要是主动来降啊 那这事就算了 那第二个选择呢 他说这勉王啊 如果呀 未必潜密 仅将召唤秦货 则罪人既得 盲匪全局以军 天朝本无事 求多余外衣 亦可收贡产事 那这句话里边 提到了一个人 这人是谁呀 这人叫昭散 这昭散是谁呀 是这勉王派到这个 牧邦吐司 蛮牧吐司 地方的总督 他的责任呢 就是监视 勉北这些吐司 实时把动向 汇报给勉王 这大清国外的 出师有名 哎 所以呢 就得找一个战犯 这昭散呢 就被这杨映军 列为了 这次战争的 头号战犯 这乾隆皇帝说呀 这勉王 要是知道 怕他躲了 咱们呀 把这个昭散逮着 或者说呢 让他们呀 把昭散交出来 这事就算过去了 这大清朝啊 没有什么意思 在这两千里以外的 蛮帐之地呀 增加这么一个分属国 那么说皇上话完了吗 没有 这皇上啊 还给出了第三个选择条件 他说呀 如果这勉王忽恶不俊 我方国有可乘之机 不致重凡兵力深入 而成堪定之功 以永静难浮 尤为一劳永逸 他说这洋洋剧呀 你要是有本事 少死人 少花钱 不费劲的情况下 把这个缅甸 全境给我拿下来呀 那就是一劳永逸 也是一件好事 哎 这乾隆皇帝呀 坐在养心殿里呀 竟想好事了 他真以为呀 这缅甸上下 从国王一直到缅兵啊 就全是这个白面捏的呢 经过这君臣呢 从南至北 从北到南 这奏折几对几副 算是定下了功勉大计 也可以说呀 算是铸成了 大错 particularly过 cellen的电视野 bg 给这个电视野 ойд队 这吧 等等 来的掌握 분�咱 Chaill 继续 kij 继续 识 识 离